给你点上新灯 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 连神法王卢盛宴 受施工土灯达尔吉上师的嘱咐 在2013年6月23日 英国针渡雷藏寺 举行十轮金刚大法会 弘扬十轮金刚大法于欧洲 现场超过了3000名的弟子参加 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当天的盛况 生化王座 真度雷藏寺 这一次的十轮金刚法会 也是众星云集 有前来护持的中华民国外交部 国际组织司的廖东周大使 以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基金会的 邓坟秘书长 法会在庄严殊胜的气氛下进行 现在大家最期待的 还是赶快来听这一次连神法王卢盛宴 传授十轮金刚戒律的宝贵法语开示 那首先我们敬礼传承主事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控上师 敬礼十六四大宝宝王喀玛巴 敬礼图登达吉上师 敬礼谭成三宝 敬礼今天的法会主尊 十轮金刚佛 那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另外我们为自己鼓鼓掌 每一个能够到来十轮金刚法会的 都是贵宾 今天我先介绍 我自己挂的这个牌 这个是一个黄金打造的 黄金打造的一个十轮金刚的奏牌 十轮金刚的奏牌 那么后面是图登达吉上师本身的印跟他的标志 这个奏牌来自于图登达吉根本上师 他将这个奏牌 他将这个黄金的奏牌交给这个佩文 佩文上师 莲花佩文上师 他是香港的莲花佩文上师 他这个十轮金刚 他这个黄金的十轮金刚奏牌 来自于图登达吉上师 然后他交代 当卢斯尊在世界上弘扬十轮金刚法 到了五大洲的时候 最后一次的十轮金刚法会 在英国伦敦的时候 将这个奏牌旁边相上了 这个一百零八颗的钻 一百零八颗的小钻 然后再用一百零八颗的水晶 给他串起来 那么根本上师 这个图登达吉根本上师的意义 是将这个奏牌交给卢斯尊 佩戴 佩戴着 作为最后的一个传承信物 最后的一个传承信物 那么这个奏牌 是图登达吉上师的黄金的奏牌 他要交给我 然后由佩文上师去制作 这样子的一条 十轮金刚牌的项链 这个非常感谢 这个图登达吉上师 吉非常感谢佩文上师 佩文上师 这是最后一件的 他已经研究了好几年 那么他把这个东西交代 说十轮金刚法会的五大洲 最后一周的时候 必须要交给卢斯尊佩戴 这也是纪念图登达吉上师 也是纪念十轮金刚法的弘扬 也是图登达吉上师 就是交代的最后的一件传承信物 今天在这里讲 我也是很感谢 这个辽民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四大宝华王卡玛巴 图登达吉上师 所以师父在关心弟子的时候 弟子实时意念上师筑顶 弟子应该实时意念自己的根本上师筑在筑顶上面 那么自己的上师也会见念自己的弟子 会把他的东西交代 千交代万交代 就是要佩文上师在最后五大洲的最后一洲 将这个传承信物交给卢士尊佩戴着 以便 这个也是互相的意念 师尊意念自己的根本上师 根本上师也意念 他的 也就是 心子 我们在密教里面讲心子 心里面的儿子 心子就是在我心中真正的儿子 那么我也有一个交代 就是说将来我们图登派还有一个传人 就是图登西地仁波切 这也是师尊认出来 认证他的 那么当然将来他也要弘扬征国密法 那么到世界去 这个传承就不会断掉 传承永远留下来 由师父传给弟子 弟子再传给弟子 一直这样子的 法流永远的不断 各位观众 西雅图彩虹雷脏寺 将在八月二十五日 恭请联身法王卢盛宴 主谈金刚骇母 护魔大法会 欢迎您报名 以及收看网络直播 密盛全球资讯网 详情请电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今天很多的贵宾 看起来都是认识的 不是这一次认识 就是前一辈子我们就认识 前一辈子我们都认识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讲过了 这个海峡两岸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四海之内 结兄弟 五百年前 是一家 这一句话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的 五湖四海 结兄弟 五百年前是一家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不要说五百年 更久更久以前 我们就来自于同样的根源 都是佛 这十尊金刚也就是 教你成佛的方法 它能够有凡夫修行 那么直接它可以成佛 也就是寄生成佛 跟寄生成佛 寄生就是这个身体 也可以化成宏光成佛 寄生就是这一生 你就能够了断生死 而且可以成佛 非常的伟大 讲一个我们 我们法人 我们法人 这个中华民主的法人 这个我们是很聪明的 包括当然 包括台湾人 包括台湾人 还有中华民主 在海外的 所有的法侨 都是很聪明的 这里讲一个 从前有个日本人 到台湾来学中文 日本人 十几年以后 他不但会讲中文 还会讲台语 还客家话 多通都被 而且一点腔到腔调都没有 他心里想 这一下子没有人知道 我是日本人了吧 有一天 他到高雄 一个小渔村去旅行 看到一个 布拉戏 布拉戏你们知道吗 布拉戏很小 很小枝的布拉戏 的一个阿伯 于是他心血来潮 向这位阿伯 以台语打招呼 便且问 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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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敢知道我是对自己的人 你敢知道我是哪里人 这个阿伯就讲 听你的口音是听不出来的 哇 这个日本人心中很爽 想不到我的台语已经进步到如此的地步了 然后这时候阿伯突然讲 如果你有办法用台语 把我抓来的布拉戏 数完 布拉戏是很小枝的一种语 我就有办法知道你是哪里人 你用台语或什么语都可以 你就算那个语多少支 一次这个日本人就开始以相当正确 几横台湾的发音开始数 七 两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直算 算到一百坑二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他回答 九千七百八十七尾的布拉戏 九千七百八十七尺的鱼 阿伯阿伯 你看你绝对猜不到我是哪里人 这个阿伯就讲了 这个阿伯就讲了 你是日本人啦 诶 因为台湾人没有那么笨 因为我们今天也有日本人来受这个菩萨界的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他很直啊 日本人如果合作 他力量是很强的 但是呢 台湾人一个人就可以抵得上好几个日本人 这个神州大陆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也能够抵得上很多日本人 这就是我们聪明啦 中华民主是很聪明的民主 今天能够在世界上各地都有华富都有Chanatown 各个地方有Chanatown 就是你看哪个地方有什么叫做什么日本汤 日本就是本汤啊 他们是吃饭的民主啊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就是Chanatown 中国人就是Chanatown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主聪明的地方 真正的日不落国是中华民主 你看日本汤 在哪里在哪个国家有日本汤的 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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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啦也是有日本汤的 但是他们叫櫻花街Sakura Sakurasui Sakurasui 櫻花街嘛 櫻花街当然是有啦 但是呢 像Chanatown全世界各国都有的 当然中国的Chanatown 胜过日本的本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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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呢 我们今天不是讲笑话 先讲一个笑话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十人金刚的借力 十人金刚的借力 借力啊 讲起来是枯燥无味的 每一条借力都是借 这国有国法 家有家法 十人金刚有十人金刚的借力的话 密教有密教的借力 显教有宪教的借力 佛教有佛教的借力 什么宗教都有它的借力 那么十人金刚它本身的借力是这样子 以前啊 第一次做十人金刚法会是在香港 那么连翰上司呢 在香港十人金刚法会的时候 已经讲过十人金刚的所有的借力 他都都读过 但是他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我今天就是把重点稍微解释一下 把借力稍微重点解释 借力讲起来是很枯燥无味 所以要先讲几个笑话 讲笑话给大家听一听 精神就会来 然后听借力就不会打瞌睡 连神法王卢盛宴将在2013年8月24日 西雅图传授冰头卢尊者不供大法 天空竟然出现好长好长的长眉云彩 再再又印证了这千古难逢的法源 所以欢迎您能前往参加或报名 西雅图雷葬寺秋季大法会 连神法王卢盛宴今生只传一次的 冰头卢长眉尊者大法 详情请电0492312992